好 好久不见了 还好你的牧师又请我 是很高兴能够再次来这里服侍大家 今晚我们要快快的看那个道 因为我的讲章很长 我是怕讲到两点 因为我一讲就不会停 我们要做个祷告好不好 亲爱见父 今晚我们恭敬 把时间交托 感谢主你的同在在这里 我们祈求圣灵 大家在我们当中运行 也把你仆人设盖在十字架的背后 我们将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Amen 今晚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 叫做认灵属灵的产业 你知道在我们当中 神都赐给我们每个人 他的我们的产业 那我们应当去引领 那如果你爸爸把很多的钱留在银行 你想你会做什么呢 你不会只是看着那银行的钱 我想你会聪明一点 快点到银行去把那些钱领出来 你可以用的就用 不要把他拜都可以了 有的人说 拜价值好过那时候拱的 是一个拱的更糟糕 他不会拜更糟糕 拜的还会把钱败掉 不会拜的那个拱的还看着那个钱 所以当然今晚不是说大家是笨的 不是 只是我们要怎么去认领 我们属灵的产业 那在这里 今天晚上不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在圣经里面的故事 这故事是很特别的 也是 也许很多人都读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 就快快地把它读过 然后如果你看一些参考书 他也不敢多讲 因为越讲越尴尬 今天晚上要看的呢 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他妈 跟他的公公叫做犹大 那圣经呢 是取自于创世纪的第38章 创世纪38章 讲的是一个寡妇的故事 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启示录呢 不是创世纪 那很奇怪 之前讲的是越射 越射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去了 然后那是37章 38章就插进来了这个故事 是很特别的故事 很难理解的故事 39章又回到越射在埃及 然后直一节 然后呢 我们就接下来读下去呢 就读到 以后呢 到了49章 雅德他的老爸死的时候呢 就把家族的祝福呢 宣告给他12个孩子 那在宣告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到 犹大第四个孩子 他得的是一个最美好的一个祝福 他是排第四排行第四 他哥哥流变 因为犯了这个奸淫罪 跟他的爸爸的妾同情了 然后呢 他的二哥三哥 是很凶恶的人 杀了人家整族 所以轮到犹大 所以犹大就承担了 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 什么的祝福呢 就是弥赛亚的这条线 这是从犹大传下来的 耶稣本身不是其他的族 他是犹大族 他是犹大族 然后呢 犹大族是怎么样的族呢 所以今晚晚上 我们所要看到的这一段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在这里呢 让我快快地从 第一读到第五节 那时犹大离开他 弟兄下去 到一个亚度兰人 名叫西拉的家里去 犹大在那里 看见一个迦南人 名叫苏亚的女儿 就取他为妻 与他同房 他就怀孕生了儿子 犹大给他起名叫 鹅 他又怀孕生了儿子 母亲 母亲 现在是母亲取名 母亲取名给他叫什么呢 叫鹅南 他父又生了儿子 给他起名叫 世拉 他生世拉的时候 犹大正在 鸡勒 在这里我看到 犹大他忽然间 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离开了他的兄弟 那就娶了个老婆 他老婆是 江南人 不是他们本族的人 其实是一个外邦女子 那这外邦女子 就替他生了三个儿子 第一个叫 第二个叫 鹅南 第三个呢 是叫做世拉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到 今晚呢 我们要看到重点的就是 后来呢 就娶了一个老婆 这个老婆呢 她名字叫做 他玛 英文叫做他玛 那他玛是谁呢 圣经没讲 但是他的名字 其实他玛这个名字呢 是中鲁树 中鲁树 中鲁树就是帕姆 中鲁树是一个 生很多很多的 这个果子的 是一个很富富的 然后呢 中鲁树有个特征 就是他的树生 他的树心就是 他是很中心的 他只是很直的 很直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女人 他的特性 那在 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看 他玛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 苦命的人 他是一个苦命的人 在三十八章的第六节 这样说 犹大为长子娶妻 名叫他吗 犹大的长子 在耶和华眼中 看为什么呢 耶和华就叫他死了 这个看得到我们也很怕 得罪神是很危险的 搞不好就完蛋 那娶了个太太 那圣经没讲清楚 只是说 他的丈夫 行恶 行恶别人看不到 但是神 看得到 有人说 人在做 天在看 对吗 这个是俗语 但是真的 人在做 神在看 这位丈夫是犯了什么恶 圣经没讲 等一下我们可以猜 但是呢 他就死了 那 你知道在当时 有几岁呢 其实他还不到二十岁 也就是说 他嘛 当时还是个 年轻 貌美的 寡妇 第二我们看到 敬亲属的这种的婚姻 或者是 娶兄弟的遗孙 就是在旧约 在旧约 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风俗 圣经这样说 在 生命记的第25章5节 我们都5到6就好了 其实5到10节 你可以看到这一段 他说 圣经的记载 今天其实在我们的 这个年代 这样的做法不太 你要吗 要的几手 哥哥死了 做滴滴的还要去接班 这个是在当时 当时的年代 有这样的作风 犹大呢 他就把他的儿媳妇 嫁给了儿男 在当时是合法的 在当时是中东亚述国那一代 在古文你可以查得到 他们有这样的作风 其实我们华人 也有类似的 我们华人的这个 系俗 跟犹太人的系俗 是很相同的 不管是新年的系俗 跟一些其他的系俗 都很相同 在这里你知道 我们华人有一个叫做过季 华人的过季的这个文化 过季文化是什么呢 过季的文化就是 如果有一个家里面 有一个人 哥哥 他死了 他没有孩子 然后呢 兄弟可以过季 他的孩子 给哥哥 然后呢 通常呢 他什么都是要同性的 然后呢 其实在中国 他们还有一些条例 但是我们简单的讲 那过季呢 一过季之后 其实是当成是好像 亲生的一样 没两样 虽然不是自己亲生的 但是过季的这个孩子呢 跟亲生的 的那个权 是一样的 他以后可以继承 爸爸这个家 的产业 然后呢 他也不能够 拿了产业以后 又回去他以前的 老爸老妈的家 不可以的 所以这个过季 跟在圣经里面的 这种的兄弟 娶那个遗孀 就是娶弟弟 或者是哥哥的 太太 是一样的 记得耶稣曾经 讲个一个比喻吗 他说有个妇人 不是耶稣讲的 是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 法利赛人很坏 他来给耶稣讲一个 他说有一个女人 他有七个丈夫 这个女人也是很厉害的 我不知道你敢娶吗 因为娶一个死一个 他七兄弟 娶了他 每个都死掉 你敢娶吗 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 所以耶稣说 到了天堂 他们说到了天堂 他是谁的太太呢 这个好问题 这个问题很好 是谁的呢 耶稣的答案也很棒 耶稣的答案说 他都不是谁的太太 因为在天堂没有婚姻 太太 丈夫们 今天晚上要把你们的泡打破 当我们回到天堂的时候 我们都不是夫妻了 你知道吗 不要讲路非非 这话不是我讲的 是耶稣讲的 有些人说不要紧紧 难道来世我们还是夫妻 你想个美 没有了 上了天堂就没有了 因为到了天堂 你都不需要夫妻 因为我们在羡慕神 我们在敬拜神 我们一心一意地仰望神 哪里还有时间去拍拖 那个是拖累来的 对吗 因为有人说 婚姻就好像被攻打的城市 里面的人急着要出来 外面的人急着要进去 你听不懂 那就形容婚姻 他说 marriage is like a besieged cousin those within can't wait to get up and those without can't wait to get in 当然这个是一种不好的形容 但婚姻是很甜美的 你看我的你就知道 我想你们的牧师也是很棒的 不久前还带他整家来新加坡度假 感谢主 他妈呢 他是一个苦命人 他是个苦命人 年轻手寡 然后呢 犹大就现在把第二个儿子娶了他 那我们想说 也许好日子将要来到了 对吗 哪知道这二儿子更坏 更坏 他妈在犹大的家中被欺负 被受委屈 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的媳妇会受委屈 以前我看到我妈妈我就很心痛 我妈妈给谁欺负呢 不是给我爸爸欺负 是给我奶奶欺负 所以我对我奶奶的印象不太好 我奶奶喜欢不喜欢就叫她去 然后我妈妈坐在那边 我奶奶就骂骂骂骂骂 然后我妈妈就擦眼泪 我很小 所以那时候我在我脑海里面的印象 奶奶都是坏人来的 因为奶奶欺负我妈妈 那个时候我很年轻 所以以后我长大的时候 我对奶奶没有什么好印象 但是她也死了 然后现在也没办法了 我要爱她也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看到她妈 第一 俄南欺负了她妈 俄南也欺骗了她妈 在三十八章八到十节 说什么呢 三十八章 像说 犹大对俄南说 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 向他尽你为帝 为帝的本分 为你哥哥生子历后 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 所以同房的时候便宜在地 免得给他哥哥留后 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 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 你读到这段 你会有点害怕 这个俄南是谁 这是什么样的人 你看他表面上 他好像听父亲的命令 戏俄说我们要娶哥哥的太太 他没后 他愿意娶 他表面上好像做得很好 他跟着戏俄 他是个很乖孩子 但是背后呢 晚上他跟他嘛 刑房的时候 他做什么事呢 你知道吗 圣经这个不是我写的 圣经其实是有时候写的 还描述的很精彩 所以如果你还不到18岁 有时候不宜读圣经 他说他办事的时候 他办事的时候 办到很紧张的时候 他把他什么呢 宜在地 那你想他是什么呢 他心里是什么呢 他英文说 He wants the fun But he doesn't want the responsibility 一定会成什么吗 他要那乐趣 他要那兴奋 他要刑房的乐趣 但是他不要尽 兄弟的责任 不是一次 以前我小的时候 我读的时候还很单纯 我以为一次而已 后来我年纪大的 娶老婆才知道不是一次 没有人跟老婆 只是刑房一次的 对吗 就是说他每一次 都做同样的东西 刚才我讲 人在做 神在看 犹大 他爸爸不知道 但是神知道 他本来要替哥哥 立后的 但是他表面上 在外人面前 他好像是一个 很正义的人 对吗 他好像是一个 很好的弟弟 对吗 要为哥哥 留后 对吗 你知道他的名字 什么意思呢 他的名字叫做阳刚 他的意思 Vera 他不是不会的 如果他可能可以 生半打一打的 额男 他的名字 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是很恶毒 所以神说 神看为恶 神就把他什么 猝死了 我叫你看到之后 你会怕吗 但是呢 如果我们看出 埃及记 第二十 二章 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是 照顾寡妇的 孤儿的 圣经在这里说 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 若是苦待他们一点 他们向我哀求 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 拼要发烈怒 用刀杀你们 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 和你为孤儿 神是看顾寡妇的 孤儿寡妇是不可欺的 然后因为额男 他欺负 他少少 神看为恶 所以你说他应该死吗 说该死的时候 阿们 这里多少个人 是叫额男的 举手 该死啊 因为其实他很邪恶 你知道吗 你想他 你越想 其实你越想 你会感觉到这个人 真的是很坏 他很坏 如果你是坦然的坏 光明正大的坏 我们可以接受 最怕的是表面上很好 后面 里面很坏 那种才危险 你知道吗 如果我摆明我是坏人 你很容易对付嘛 对吗 但是我表面上是好人 但是后面 里面我是坏人 我告诉你是很危险的 额男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神看得到 神就把他出事了 他被额男欺负 几惨 但是你知道吗 犹大还有第三个儿子 现在犹大看 一个嫁给他死掉 第二个嫁给他又死掉 第三个儿子你敢嫁给他吗 这个是少把心来的 对吗 谁娶他 谁完蛋 也许爸爸是这样想 所以你看 不但是额男欺负他 连犹大 犹大他本身 他本身也 也许他想 我现在剩下一个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丁 如果取了这少把心 等一下 万一他又丧命 那我真的是老来 白头发的 送黑头发的 所以他就说什么呢 在三十八章的十一十二节 犹大其实欺骗 他欺骗他 他也欺负他 在三十八章 十一十二节 圣经这样说 犹大心里说 恐怕斯拉也死 像他两个哥哥一样 就对他儿父 他妈说 你去 在你父亲家里守寡 等我儿子斯拉长大 他妈就回去 住在他父亲家里 过了许久 犹大的妻子 苏雅的女儿死了 犹大得了安慰 就和他朋友 亚 为他两个儿子 现在两个不是一个 儿男为什么不要给哥哥留后呢 也许他也是贪心 他想说 如果给哥哥留后 那以后财产要抢的时候 都多个人抢 你知道吗 就好像今年我们唱歌 通通通抢 通通通抢 今年都是通通抢 他想说 多个来抢 多个来抢 少个来抢 最好是没有人来抢 所以他说不要留后 不要留后 他就多一份财产了 那现在呢 犹大在想说 又儿子如果又给他 等一下搞不好 儿子又死了 那我的遗产给谁 所以犹大呢 又帮你带谁的 他也不想把他的最小的儿子 娶 让他娶他 为哥哥们留后 如果你是他 你看犹大本身也是欺负他的媳妇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你看在旧约的系书 如果丈夫死了 可以改嫁的 你知道吗 但是不需要 不需要嫁给弟弟 嫁给 丈夫的弟弟们 可以改嫁别人的 但是你看 犹大叫他什么呢 犹大吩咐他 你回家守寡 你看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摆明欺负他的 对吗 一 没有意思要把儿子 最小的儿子 让他来娶他 第二 又不让他去嫁给别人 为什么 如果嫁给别人 他还没有面子 因为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制度 你知道吗 刚才我们读这个 你看圣明记第25章 你才读到 如果兄弟不娶哥哥的媳妇 哥哥的媳妇可以到 这个 所谓城门 然后去找长老 长老都是那些 长得很老的 叫做长老 然后呢 跟长老说 我的 丈夫的兄弟 他不愿意娶我 那长老就会召他来 就会当面问他说 你要娶这个女的吗 如果他说不要 你要他们做什么事呢 这个女的呢 这媳妇呢 就会把他的鞋子 脱掉 然后呢 就会 吐没 用吐没 吐在他的脸上 然后呢 这个人呢 以后呢 人家就会叫他说 是个脱学的家的人 每个人 每个人都知道 这一家是不愿意承担 不愿意行这个取兄弟的遗说 这很羞耻 他们很没有面子的 犹大是怕他会沦落到那种的地步 他是假装是 等我的孩子长大 但是他不愿意把孩子嫁给 要娶他 然后呢 他又不让媳妇去嫁给别人 你看这种事很邪恶的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在我的教会有认识一些婚姻 特别有一个姐妹 她很惨 她自己单身 要带孩子 她丈夫已经 消失了二十多年 丈夫消失了二十多年 失踪了呢 不知道是到了泰国 还是到哪个国家 现在丈夫也不负责任 在新加坡 他有一间政府组屋 我们新加坡人都很蒙福的 政府逼我们买的 政府组屋 她跟丈夫联名 买了组屋 丈夫没跟她离婚 失踪了 阴性全无 她要卖不可以卖 要买不可以买 孩子没有人照顾 自己要双手 把他们抚养成人 这个丈夫 如果看到她 我也会出没 你想这样的人 我相信这里没有 这个是个别教会 如果有 她太太也死了 三儿子也长大了 但是呢 公公又好像是 在打太极 拖延时间 也许突然到她老 也许她忘记她灰心 有一天就不闻不问 就默默无名的死在她的娘家 是吗 但是你知道什么吗 他们不愿意接受她的环境 所以今晚的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呀 认领我们属灵的产业 其实到这里 她是没有指望的 她怎么样 认领她的产业 其实她没办法 认领到她的产业 对吗 所以第四 我们看到她嘛 她使用什么呢 突破性方式 争取她的产业 她的方式是突破性的 是也许常人不能够接受的 但是她真的走投无路 也许用另外形容词 她的方式是一个什么呢 下下车 她有什么计划呢 她听到婆婆死了 男人没有女人比较难 女人没有男人比较容易 这个是我做牧师四十年观察的 很多的女的 她们守寡 她们可能 她们可以守寡 但是很多的男人 她们弟兄们 不是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 她们要工作 要谋生 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所以很多的 她又到了另外城外去 她嘛 我相信她这一路来 我告诉你这个女人 她很厉害 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姐妹 她知道自己的环境 她没有指望 她要产业 她要孩子 她不是坐在家 整天还差年 附近的人什么 很多时候都死了 很多的那些老人 我就会有很多老人 每天都说 她不是这样的人 我相信她知道公公的家发生什么事 公公的家一举一动 她都知道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她很关心自己的地位 跟她所要的产业 所以她并没有放弃 就是她说 今天有命 不是等着 天怎么对我 就怎么对我了 不是这样的 她打听 她知道说 公公要到外去了 就会来了 圣经说什么呢 圣经说 有人告诉她 38章的第13节 这样说 有人告诉她 你的公公上庭拿 剪羊毛去了 她既然施拉已经长大 还没有娶她为妻 就脱了她寡妇的衣裳 当时你看 你做寡妇 是你有uniform的 寡妇有uniform的 就好像 以前的人 一出嫁之后 就要把脏了 明白吗 你嫁了出去 你就要把脏了 你不会不把脏了 你说你 可以把鞭 你说人家 他要把脏了 把巴脏了 一看就知道 你已经嫁了 你不要假装 所以寡妇有寡妇的uniform 然后你穿了寡妇的衣服 每个人都知道你是寡妇 现在他把寡妇的衣裳 什么呢 拖下 换个比较exciting的 蒙着衣服的衣裳 为什么他蒙脸 他不要让他的公公发现 所以圣经说 他就脱掉他的寡妇的衣裳 然后用拍子蒙着脸 又盖住身体 如果你去看一些YouTube 那是假的 那是好像路边的那个妓女 好像很暴露 不是 你看这里圣经说什么 他还特别的包起来 一点都不暴露 他是很端庄的 你知道吗 很端庄的 不要以为说他很暴露 像跟他的公公这样 我坐着不像 因为我不是女人 叫勾魂眼 他不是这样的 很端庄 他抱起来 真经讲的 挨着脸 然后他坐在城门口 等他公公走过 真的 第15节 他坐在亭拿路上的 亭拿印城门口 犹大看见他 以为是什么 妓女 因为他蒙着你 在这里圣经 不是一个典范 男的弟兄不要紧张 圣经说可以找妓女 犹大也找 我们也找 我要跟你太太讲 刚才红牧师讲道 犹大去找妓女 那是以前的事 以前他们的妓女 可能是叫做 Temple Prostitu 就是他们在服侍庙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个宗教 就是要丰盛 要丰收 叫做Fertility God 巴尔 巴勒 巴勒的宗教 其实旧约里面的宗教 其实都是跟性淫乱有关系 为什么他们相信说 跟男女行房 同房 等下就会带给他们祝福 他们会有丰收 有这个概念 所以 犹大很可能也以为说 这个也是一个好像在庙里面的一种的寄女 那 那边没有庙 其实那边也没有寄女 我想那因为他太太死了 他也孤单 他也寂寞 所以 他就抓紧了这一点 所以这个女人他很厉害 他厉害就厉害在这里 然后 犹大看到他的时候 真的给他马算中了 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 说 来吧 让我与你同情 你看 单刀 他直接讲了 他都没有说 你今晚有空吗 我们可以喝咖啡吗 Starbucks刚刚开 没有 他说我们上床 用现在的言语了 我用modern language 我们现在上床 同情 他直接讲的 他都没有浪费时间 很果断的 然后呢 他们很厉害 他们说 你要与我同情 把什么给我呢 没有便宜的饭菜 没有免费的 没有免费的晚餐 你要给我什么呢 那犹大说 我给你一只三羔羊 当时的一只三羔羊是很值钱的 很值钱的 然后他以为说一只三羔羊肯定这妓女是会很高兴 但是呢 他马说什么呢 他说我会打发人送来给你 他马说你讲的而已啊 哪到才算哦 对吗 然后呢 他说 还未送以先 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 一个当头是做底啊 那 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 你看他马要的是什么 他马要的是说 他说你的印 你的带 你的帐 和你手里的帐 那带呢 其实也许是 他的那个印呢 用来挂住在他的景象 那叫带 然后呢 那个印呢 是用来盖帐的 那是帐呢 是用来 赶出生的 或者是野兽 也是他族的权威 换一句话说 这印 带 跟这帐 是他的身份 他的身份证 就是他的IC来的 他马拿了 这三件东西 那 他就跟犹大他公公什么呢 同情 那圣经就这样的说 他到死后 他马就什么呢 怀了孕 怀了孕之后 他马什么呢 他就把他的衣服 又换上他寡妇的衣服 把他的牌子又拿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不是一个淫荡的人 他不是一个淫荡的人 他这个整个计划 为了只有一件事 那一件事就是 要为 他的第一位 第一任丈夫 刘厚 就是这样而已 他不是一个淫荡的妇女 他不是 一点都不是 他做的 只要为 丈夫 留后 尽妻子的 责任 我告诉你 这样的太太很难祈祷 对吗 如果找得到 好好地对待她 等一下三位后 带她去喝咖啡 他马起来走了 他马起来走了 除去拍子 仍旧穿上寡妇的衣装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为了要得到他的惨略 他要牺牲他的设像 对吗 跟公公同情是尴尬的事 对吗 这件事 他也要跨出 他的很舒服 我们英文叫做 那个comfort zone 对吗 冒险吗 有冒险的 等一下你就读到了 有 要冒险 有危险的 尴尬的 他是他有胆量啊 所以这个女人是了不得的女人 了不得的姐妹 犹大 享受之后 他就找人 取了一只三羊羔 去了 跟这所谓纪尼的地方 同情的地方 要去把他的当头 他三件东西 他的印 他的贷 他的账 要把他取回来 他知道 找来找去 找不到了 找不到 他说 这个妓女 他会打听 人家说 这里没有妓女 然后犹大说 不要再找 反正我也 不是我要骗他 我是要把羔羊送给他 但是找不到 不要再宣扬 因为再宣扬 我没有脸的 所以他也很厉害 他就是说 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 他这个突破性 他嘛的突破 认领了什么呢 他的产业 圣经在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这样说 经过了三个月 有人告诉 犹大说 你的儿媳妇他嘛 做了妓女 且因行有了身孕 犹大说 拉出他来 把他烧了 你看这公公 他那么的争议 听到说 他的媳妇做了妓女 把他烧死 很容易 他比如说 那个找去你的也同时烧 人就是这样 但是当时的时代 他真的有权 把他一个淫乱的媳妇 把他烧掉 是合法的 但是这寡妇呢 厉害 他就找人告诉 去见他公公 告诉他说 你说我是淫妇是吗 你是我做妓女是吗 我这里有几件东西 就是那个人 就是那个人干的 这里的 他负责的 他的IC在这里 他的身份证在这里 他就把那三件东西 给犹大看 犹大看到 呆了 杀了 差点晕倒 心脏定 差点复发 因为他知道 原来 他是经手人 是他经手的 他的媳妇的运 是从他而来的 所以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 让我们读这段好不好 二十五节 说 这些东西是谁的 我就是从谁怀的运 请你认一认 这运和代子 聘障都是谁的 你看 他嘛 你看这个媳妇 他很有尺寸 你知道吗 他讲话很有技巧 他都没有当众的修奴 他的公公 你知道吗 他没有说 就是你了 我告诉你 如果在我们当中 很多人有这个把柄 立刻就把你的指头 剪到他的鼻子上 对吗 你看他还替他的公公 留个余地 他都没有把他的名 点出来 他没有说就是你 没有他说 你认一认就可以了 而且他是笑笑的这样 人家笑的跟你讲话 你要小心 那种大声讲话 你不要怕 通常都是没有理由的人 讲话才大声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他没理 所以大声代替理由 在吵架的时候 你看就是这样 你看吵架 越没理由 声音越大 越有理由的那个是 是吗 是吗 他没有把公公点出来 你看这媳妇 他还顾着公公的面子 所以公公说什么呢 犹大承认说 他比我更有益 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 是吗 你看他承认 那犹大在这里 我们也要给他一点 给他一个赞了 他也没有坏到那么坏了 他还有药可救了 他的儿子就没药可救 已经死了 但是这个老人 他也不是很老 在这时候 他也许也不到40岁 不要以为他很老 你知道吗 他不老了 他还比我年轻 他说他比我有益 他做的比我更对 因为我没有把儿子给他做丈夫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故事在这里记载 当然在我们今天的社会 很难接受他妈的行为 对吗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是几千年轻的时候 当时的风暑是这样 当时的环境是这样 但是我们能够学习到的精华是什么呢 我们有争取神要赐给我们的产业 我们要去争取吗 或许我们是听天由命 反正我是沦落到这个地步 我现在是这个年龄 我现在是这个 我现在是那个 我没办法了 我没有贬 老夫圈华讲对吗 英文叫做没有贬系 我就是这样 认命了 认命了 他不是一个认命的人 不是 明明已经是好像绝望 他都想尽方法 但是他方法是合法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要告诉你 圣经没有一个地方 你可以去读圣经 我可以挑战你去读圣经 你找不到一节圣经批评他吗 你找不到一节圣经论断他 你找不到一节圣经批评他 你找不到一节圣经说他是行淫 他是犯罪 没有 反过来 他是耶稣的先祖 你知道吗 耶稣从犹大祖来的 如果你翻开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你就可以读到他的儿子的名字 他生了两个儿子 他的大儿子 叫做法勒斯 他的第二儿子叫做谢拉 谢拉其实是先出来的 他的手先出来 然后接生佛看到他出来 就用条红线把他绑了 给你看红线大概是这样的 绑了之后 他又把手伸回去 然后又转进洞里面 然后圣经说 法勒斯 法勒斯就是Paris 英文叫做Paris 他就出生了 他变成他是大哥 你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 他的名字什么意思 他的名字叫做突破 他的名字的意思叫做突破 你要突破吗 他这个儿子很有意思 他的名字叫做突破 如果我们要突破 我们的生命里面要突破 他的妈妈的那种的精神 所以他孩子名叫突破 他本身已经是有那种的 你看他的性格对吗 本来是排老二的 他忽然这样爆出来先 他抢得出来 他这是那种突破的 从后面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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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儿子 你看马太福音 他是耶稣的先祖 在耶稣的家谱里面 犹大与他马生法的施 我再猜一次 我再猜一次 如果犹大让世拉取了他 有什么后果呢 记得犹大的太太是谁 苏亚迦南人 迦南人 迦南人 是一个外邦人 也就是说耶稣的血统有一点什么呢 第一代已经有什么 已经分长 已经砸了 砸了 你看神是伟大的 神通过他嘛 保留了这个血嘛 因为在创世纪四十九章 雅各在临终之前 他宣告的那些预言那些祝福 犹大以后 犹大族以后 是为皇室 大卫皇皇室是从犹大族 然后耶稣是犹大族 如果他嘛 他不会他的丈夫而争取那个产业 很可能耶稣的家谱都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女人 这位女人才有伟大 今天 我们不要单单只是羡慕她 不要单单只是羡慕她 我们也有产业啊 你知道吗 谁也给我们产业啊 我们什么产业呢 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说什么呢 圣经这样说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因为神已经为我们安排了通过主耶稣基督 我们有很多的福气都是我们的 我们领取了吗 我们领领 我们认领了吗 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我们很熟悉的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人子来 我来 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 今天晚上 在我们当中 各位弟兄姐妹 你看你自己的生命 你有去领引你属灵的产业吗 或者你看你的环境 我已经没机会了 我的年龄 我不能够跟那些比较年轻的同事比 也许我的学历 也许是这个 也许是那个 对吗 也许我已经没有机会了 你就这样的默默无缘的就度过 你的所谓的余年 是吗 或许我们要像他嘛这样 因为神已经祝福我们了 神已经 圣经很明白 刚才你们所宣告的 我很喜欢 只是不容易记而已 太多了 一大堆的祝福 好好去念 你知道吗 你牧师很棒 给你们那么多祝福 我们教会也有 星期六晚上也宣告的比较短 比较短 你们的很好 一大堆 但是不知道多到你去领 有没有去领受呢 你要争取你的产业 你要得到你的产业 我要得到我的产业 也许今天晚上 我们要跨出我们那很舒服的范围 那个圈子 Move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也许今晚你要冒一点险 他嘛要冒险的 你知道他的计划 如果半途而废 如果半途给人家试破 他完蛋你知道吗 人家就认定他是个妓女你知道吗 他是有冒险的 他有胆量你知道吗 我在猜如果我是他嘛 我会嘛 我愿意嘛 不好意思 会嘛 子妹我们现在读很容易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读很容易 可是我们读圣经 我们这样读就过了 如果你把自己放在他的地位 你就会知道 你就会感觉到 他当时的那种的心态 当他蒙上面 换了寡妇的衣服 跨第一步出去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怎样的 当他站在那城门口 那十字路口 看来人来人往 看不到犹大来 他的心情是怎样的 你知道他有胆量 他愿意冒险 他也不怕害羞 他也把这个尴尬 把它放在一边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尴尬 对吗 因为这个是 我们人就是这样 因为我讲你 我讲自己 刚才我跟你讲的全部是讲自己 又没有胆量 又不愿意跨住自己的 舒服的环境 对吗 要冒险 你看我做了四十年的牧师 我冒什么险 一点险都没有 在教会当牧师是很安全的 尤其是我的教会 你知道吗 我在我的教会当了二十七年 在另外一间教会当了十三年 总共四十年 都很安全 你看那么安全 但是跨出去是有点冒险的 你知道吗 如果今天晚上你要引领你的产业 你敢不敢跨出 你那很舒服的环境 你愿不愿意冒险 你愿不愿意 撞荡一点 把尴尬或者是不好意思把它放开 等一下牧师要服侍大家 为你祷告 有些人 他不愿意 刚才你们敬拜的时候已经很棒了 已经有人出来了 但是我也感觉到有些人 曖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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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出来 下个礼拜再来 下个礼拜又来 又曖昧 曖昧 又没出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出来尴尬 出来的好像是一出来就是有问题的人 没问题的人不需要出来 对吗 所以你看有些人去看医生 蒙着脸看医生的 尤其在新加坡有一种医院 要蒙着脸进去的 什么医院呢 我们新加坡以前在米特鲁 七马路 那边有一间Clinic 是专门看花柳病 皮肤病也是要看的 我告诉你有一次我有一些皮肤问题 我去那间 只有那间皮肤诊疗所 我去的时候我要左看 右看 前看 后看 没有认识的人 没有基督徒我才进去 没有基督徒 因为你知道 那间诊疗所是专门看什么 那间花柳病的 性病的 今天还在 在葛兰丹里 你看有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态 我们怕 当然不要这样看我 我没有那种病 我是很好的男人 我比犹大更好 开玩笑 今天我们会有尴尬吗 你出来 人家知道我的病 我出来 人家知道我有需要 我们顾着脸皮 我们顾着我们的脸 有些人情愿受苦 有些人情愿挨苦 情愿挨痛 他不愿意 跨出来 让领袖 让教会来服侍你 今晚我希望 如果你要引领你的产业 你就要大胆的 勇敢的 画出来好不好 你要有一个突破 记得 他嘛 他是有那种突破性 人家看是下下策 神看为是上上策 阿们 因为刚才我所讲的 在圣经里面 你读不到一节圣经 批评他嘛 而且如果 刚才我们在飞机上 我跟Tam弟兄在谈 如果你看路德记 你在路德记的第四章 讲到路德 拿尔米 拿尔米是个绝望的女人 下次有机会再来讲 他抱了孙也是儿子 然后他们说什么 那个是法勒斯的祝福 法勒斯是谁 他妈的儿子 圣经没有一段批评他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女人她太伟大了 今晚我们可以向她来学习 好不好 我们来站起来 因为牧师也讲完了